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葡萄足够吃了 我们该回基地了 可惜年兽跑了 现在葡萄成熟 年兽肯定还会来的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怎么抓它 我饿了 我想老大 我比较想葡萄 要不我们再去种点葡萄 好 不过 精灵们还在葡萄园呢 那怎么办呀 别乱动了 老是等老大来找我们吧 说不定还会带点葡萄来 这是我这招 火烧年兽 这火焰好厉害啊 我苦力这招就是对付年兽的 只要他赶来 灯灯灯灯 连伙排骨汤来了 好运 好运 清宰哥还没回来吗 来喽 吃饱了 我们就去抓年兽 我正想说这事 只枪 大家请看 我找到一座山 山下是葡萄园 山上有个地方叫一线天 葡萄园四通八达 年兽容易逃跑 而一线天能够很好地 限制年兽的快速移动 我如何引诱年兽过去呢 哇 没想到 管他的 看到年兽 直接把他往山上赶不就行了 对对 别想了 反正也想不到好办法 走一步再一步 走喽 嘿嘿嘿 哇 嘿嘿 呜 该找天兽地兽了 给他们带点葡萄 年兽 快出来 连个影子都没有 葡萄园很大 我们要有耐心 有了 看我的 年兽 天兽 地兽被我们抓了 你还不出来 嚣张的小精灵 快 我们先躲在这儿 我们先埋伏年兽一波 再往山上跑 这样才显得真实 楚楚 你可以当演员了 立东 提前准备魔法 刚才声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 天兽他们真被抓了 东藏 物厚相依 节气加油 尝尝修后的炎热吧 凉快 凉快 年兽 冷热交加的感觉怎么样啊 竟然敢骗我 小心 可恶的小精灵 咱们假装坏了 引他上山 好主意 凉春姐姐 我们 老大怎么还不来找我们呀 山上有天兽地兽的气息 难道他们真被抓了 快 前面就是一线天 快 快 立东 你去那儿藏好 年兽 这里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你过不来的 你们总是自以为是 斗转星移 节气加油 猪草丘风 猪草丘风 你抓 这一下你跑不了了 我被困住了 好怕呀 多剑 你 你俩立功了 快去救人 别急 我有办法 我们首先 解决家 接决家 之后望明月 背头 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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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来了 干得漂亮 听头 必吹 增强力下 幕后相宜 节气加饶 吹上 这次肯定可以 颜扬 老大快起 巨象 可怕的爆出声 快趁着年兽受惊 封住火势 彻底击败它 好 老大快跑 是葡萄截开 沐浴眼放出的烟花 都是你俩偷吃了我的葡萄 不然怎么会输 为什么我就像流星一样 每次只有刹那的光芒 老大 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太阳 永远是我们的寿生目标 好 下次我要带你们吃大餐 喝好茶 打败精灵 自由自在 打败精灵 自由自在 长江二手其一 宋 苏九 楚楚无三日 心凉值万金 白头更适适 青草应缠心 楚楚的时候 很多地方的人 会在夜晚到河里 放河灯 敬你些人 祝福至亲 而对于沿海渔民来说 楚楚以后 便是渔业收获的时间 种类繁多的海鲜 纷纷上市 让人们大饱口福 此外 明天还有在楚楚 吃鸭子的习俗 鸭肉味干 咸 杏凉 有滋阴氧味 沥水消肿的作用 可以做白切鸭 柠檬鸭 紫浆鸭 烤鸭 荷叶鸭等等 许多菜肴 我是楚楚精灵 大家再见